他在處理抓姦的事情 很有經驗 抓姦的程序是什麼 因為有人要去報案 妨礙家庭 然後這個會同警方去抓姦 才能夠破門的路 那換句話說是因為裡面 有人提出犯罪行為的告訴 備案 才能夠進去 你如果是沒有經驗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進去 如果裡面沒有犯罪行為 你憑什麼要破門的路 包括飯店的人都不行破門的路 那麼簡單的道理啊 對不對 那一天去你看那個錄影帶 旁邊幾台搜證攝影機 你跟我說的是飯店的意思 不是我們健康的意思 拍戲我也不是 那搜證 還有穿西裝戴耳機 那個 只要按照我過去的經驗 這是國安人員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單位 治安人員 絕對是治安人員 不然他都會戴耳機 表明說他領工 這個相當的一個 國家的一個薪水 對不對 你如果還要說登記 說他沒有定期 那裡有人沒有定期 好像油美女員就說 你怎麼去維格 有什麼定期請好 那那個帶進去 他們的籤子 我那裡尾東人的籤子 有什麼沒定期 說那個開玩笑 網路 大家都把這個當作笑餅 對不對 所以是警察在執法上 真的是最沒有法治 法治概念 我們今天找各位來 就是在討論有關 這個法治 人權的保障 對不對 你們 這個最簡單 我們還在那邊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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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聽不懂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 一直在過病說 為什麼是暢紅打黑 黑島青 你就敢打 去那裡 走五星期 你要表示歡迎的 這些人都沒事 怎麼有那麼大的差別 待遇 我吃蚵仔煎 也有可能 也搞不好 這個吃蚵仔煎的人是支持統一的啊 歡迎張治軍 為什麼就不能去 反對了 可以 整個活動裡面 反對了 不能去 就被壓制在地上 阿要歡迎的都可以去 阿不是我們的警察變公安 我們在 在縱容這種暢紅打黑嗎 不是這樣嗎 那民間的社會 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這樣啊 不是這樣嗎 那顯料 大家是好朋友啦 你說陸委會決定地點 那陸委會也可以改地點 對不對 你們可以決定地點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改地點 那地方都跟你們講這個有問題 那你給我的行程 你們原來給我的行程 查訊 下午七點半我查過啊 西紫灣那個時候剛好是夕陽的時間啊 太陽下瞻的時間 所以早就 只是我沒有敏感度那麼高說啊 七點半這個地方為什麼吃飯時間 在安排查訊 那應該是西紫灣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頭到尾 高雄市政府說這個不好 這個地點不好 那我們透過警政署 那警政署 蔡副署長是高雄市以前警察局的局長 你怎麼會不知道那個地方有問題 所以你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啊 不是嗎 你警政署還跟高雄說這個地方沒問題 那黃局長是你以前的這個現在是你的下屬 那你跟他講沒問題 因為你當過局長 所以大家就 就也沒有說 做一個比較 那個保守的一個 這個這個規劃 就發生這種事情 那國安局怎麼會不知道說 有人要去呈抗 國安局怎麼會不知道 26號你們還開會 對不對 當然趙婷琳委員也提啊 那個地方就是 這個中山大學社科院 不像是你也看保守 大家也說高雄 那個318學院就是 這也是重陣 你怎麼會沒有情資 那有情資 然後地方的首長又認為 那個地方不好 那你們偏要去 那出事大家比較在那邊 那把總統今天講什麼 高雄還是選擇一個 後來發生問題的地方 那這個不是無賴的講法 這什麼 什麼叫做無賴 高雄還是選擇一個 後來發生問題的地方 那這個總統 這個總統怎麼會 大家會尊敬這個總統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 不是應該是這樣嗎 所以我要講的問題是說 這整個這些 陳抗的這個活動 包括這些這個記者 肚子被打 啊跌入警察 跟你說他不怕就不怕 但是行政院不是這樣 行政院押打這個 相關受傷的民眾 這個警察說沒有就沒有 啊高雄記者被押打 你們說沒有就沒有 你們就不要在查啊 啊那這個 啊烏來記者採訪受訴 這個也沒有 有採訪證又怎麼樣 都從來都不查 警察出事從行政院到現在 那到底哪一個警察報告 到底你今天要來我們黨團報告 我們 那麼有誠意邀請你來 你就應該要把整個事件 從頭到尾完整的一個 這個方式 講清楚 所以 這個部分 我覺得坦白講你們的作業啊 這個 裡面你們請你幾個啊 我沒什麼 你口頭還請怎麼講講的 對不對 兩千五百左右 黨拿兩千五百左右 那另外一個 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這個部署人 你講說 張志軍都了解台灣的狀況 對不對 你說他對台灣的多元社會 什麼地點 他都很清楚 那總統怎麼會講說 張志軍不理解 這些人為什麼向他抗議 是總統講的 那總統沒有碰到張志軍 那一定是你跟他講的啊 不然誰跟總統講說 張志軍到現在不理解 我現在的問題說 你說張志軍理解 那總統說他不理解 那我剛剛舉共 那到底是 到底這個情況到底是什麼 一致暗解 你要了解 你也很清楚 中國的領導人 像江澤民 吳錦濤出馬 走到哪裡 抗議到哪裡 因為他的人權紀錄 比較西藏的問題等等 這全世界 這些中國領導人來抗議 我坦白講 這些學生 張志軍來 這些抗議還是小朋友 這些還是小case 就中國的這些領導人出訪 所碰到的這些抗議 全世界的國家 有人總統出來 在譴責反對黨說 縱容暴力 說在野黨的主席相怨 說在野黨在縱容暴力 全世界有一個國家是這樣 民眾去表達 對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或態度不滿 這個就是本身屬於他 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 我相信張志軍也理解 他也不是說不理解 對不對 那總統為什麼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帶動 用這種別人的嘴巴 講出這些抹黑的不實的言論 總統說他張志軍說不理解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這件的一個事件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我們的總統跟執政黨 在這件事情上 在進行所謂的一個政治操作 民進黨但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去講過任何 批評國民黨的任何任何話 從來沒有 國民黨就急著再抹黑 我真的是搞不懂 是惡人先高中 還是故意再再當抹黑 我們認為民主社會 本來就是表達 不同的一個意見 對不對 也許有人的手段 激烈一點表達他的一個意見 那這個是跟 原來這一段時間以來 一些黑箱的一個談判等等 很多的這些 中國對台灣的一個武力威脅 大家當然對中國會有意見 那我最後還是要再請教 這個還是要請教這個副主委 因為你在現場 在活光瞻的時候 張希君講到我挺協議 我真的是嚇了一跳 高希君 這個是不是刻意安排 有一個民間人士 就是來講所謂的這個和平協議 而且講到馬錫慧 不用在國際場合 他說在柏公山也不錯 那你當時有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提出你的看法 對不對 他不是說來不談政治嗎 只是來單純的做些交流走走看看嗎 怎麼會又再提到這個所謂的這個和平協議等等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種敏感的這種議題 假如說在會上 這個張志君也做了一些回應 或者是意見的一個表達 你都在旁邊問不懇慎 表達我們官方的理想 我覺得你們是在討論 謝謝 那哪一個是在搞什麼 好 那個是不是請 國安局先回答一下 剛剛那個李委員的問題有沒有 好主席還有李委員還有各位 針對這個李委員剛剛指教的三個問題 還能做這樣的說明 實際上我們國安局切實在6月17號 針對這個張志君阿 雅順來談訪問阿 我們有一個協議會的一個照片 所以是由你們開的嗎 你們開的沒錯 警政署也參加了嗎 沒錯 沒錯 那這個基本上我們在會議裡面 6月17號在我們國安局 就在國安局 對 我們在6月17號我們開這個協調會 我們先提出這個國安的評估 就是安全情勢的評估 我們認為說張志君哪一台 其實上因為在這個38協議之後 我們現在有這個 他的這個條例 這個資金區 相關的這個議題都在這個 另外一個審議中 所以這個安全情勢 並不會那麼平靜 所以這次在這邊來台 對這個安全運動的工作 要特別的謹慎小心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有關參議團隊 大家對這個情勢掌握 這個我們是在情勢品方面 那經過討論之後 我們就是有個協議的共識 就是情報桶 情報桶是我們國安局做的 安全維護工作 我們是有警政區 他也辦這個參討接待 這個實度很會 就是在這個會議上 一會的這個長官 大家更不適合 所以我們國安局 是負責前方的情報統領 所以剛才那個陳偉提到 有沒有國安議員 當然有 實際上那個已經不是疫情 那個已經是現場的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狀況 現場國安人員也在 沒有 也沒去 所以我還要講一下 第二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介入國安公眾 沒有 你們沒有 都沒有 沒有 那個不是我們 那我們有沒有 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做情報部署 我們有做情報部署 但是我們沒有介入戒證的工作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可以 今天就說 中山大家 你如果要去 你們知道嗎 知道 知道 這大家知道 那個飯店 那些 可能有人這樣入 你們知道嗎 這個基本上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那個 江成會的經驗裡面 我們有特別提醒 江成會 第二次江成會的時候 在住在這個 衛生館店 衛生館店不是有那個 你有發展過的這個情況嗎 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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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什麼 人在那裡 都在那裡收證 有提到 有提到說 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那這人在那裡收證 所以說 給李委員報告 我們國家安全檢查 沒有介入 警政機關的安全部署 部署 現場沒有我們國安局的人 完全沒有 沒有 我跟陳委員都在 中央部呆過 那所以國安局 大概你們的人員 我們幾點 有的 對 我只能跟你 跟李委員報告 在諾布特當天有 那我 我提供照片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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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退休當然不是 對 退休當然就不是啊 我提供照片給你 有沒有特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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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特勤人員 我想跟主席報告 不管是警政署 或國安局編制內的特勤人員 沒有 沒有特勤人員 我想我們 這簡單的問題好了 保留去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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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的情意 只有行情 那現在行情局 都沒有保證 保五次 保留去 保留去沒有啦 保留去保留去 沒有保安嗎 那下午的時候 在辦店門外的 辦店的周圍 周圍大廳裡面是我們行警局 大廳是行警局 那房間外面是誰 房間外面也是我們行警隊的那個 說正也是行警局 說正也是行警局 說正就是我們行警大隊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當天的部署 包括這個大廳 包括附近的飯店還有周邊的 只有周邊是有保安人員協助 其他都是行警局負責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的情形的話 我們到時候追究的人就追究你們 對齁 所以那個戴耳機就穿西裝的是誰 那個我們認識那是飯店的部分 是飯店的 那剩下陳委還有幾個問題 是不是署長 好那麼警務局這邊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部分 我所知道對駭客入侵的部分 這個我想相關的 那梯門的部分不是警察 那所謂在大廳裡面 說有幾百公尺之外 那麼只有誰進去 這個是跟事實有點不同 因為當時都在大廳裡面 兩三百人都在裡面 警察把它隔開 那麼張哲津走過去跟前衝的紀律 是多少 那個地方到這個地方而已 不是幾百公尺不是 不是 那都被你們排典的 你這人都在你擋在外面 就是大廳裡面 都人都自己在大廳裡面 那他從那邊走過去 那個縣就位在這邊 是這樣子 這個是真實狀況 那麼對於這個 記者的部分 那麼烏來那個記者的部分 根據他們所講 他是因為在這個點內點起來的時候 警察在排遲 那麼他講其中有一個也是跑來跑去 我們在警方在清除的過程之中 那麼他就說他是問我們那個警察說 你被當號碼幾號 那你是17368 我猜猜 那警察是跟 因為那時候狀況很急 車隊已經快到了 就說你有記者證又怎麼樣 你有記者證就可以封鎖道路 可以用鐵鏈把道路封起來嗎 這樣的對話 兩個都是情緒上的一個反應 來啦 好啦 就是 什麼因為 對沒有錯 但是因為 記者要採訪為什麼不可以 人很多在自己在那邊 不是不對 就是這個對話有問題 對話裡面 對話有問題 對話有問題 對啦 就是說 記者就是在那裡 對啦 警察說你比較緊張 我們去救這些孩子 所以他沒有封道路啊 那記者違反什麼 我要問的就是這樣 警察在執法 就是要 警察在執法 就是要依照法律 警察執法去處理 你都說啊不算 五歲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高雄記者被歐 自由時報做得那麼大 那你說五歲 那你新高 那你新高